iPhone 14 系列剛剛正式發佈 亦都準備上市 但今年的 iPhone 14 系列 就不再有 Mini 機 亦是代表 Mini 機的市場比較小 還是 iPhone 將小機留給 SE 系列呢 這個暫時是言之過早未可以下定論 不過我們今天試的這部對於 Android 手機用戶來說 它就是一部很小 5.9 吋的手機 但它的效能發揮 相機夜拍表現 以及它的電池續航力都給予不少驚喜 今天這個深入評測就會更加詳細地 從它的造工上的手質感 再去到電池續航力測試 速度測試 效能發揮 以及相機實拍表現 那麼多方面去深入測試 首先外觀設計 這次的機身採用全平面的正面玻璃 而機背是塑膠物料 不過它擁有很獨特的磨砂質感 相對比較粗粒 有點像石膏或水泥的感覺 它的感覺跟冷冰和平滑的玻璃表面 是比較明顯的不同 它亦都不容易黏紙紋 不過機身中框亦都用了磨砂質感的金屬邊框 在設計上最大的 Highlight 相信都會是主相機鏡頭 以及超廣角鏡頭 亦都是很大的 兩隻大眼仔 相機亦都有一定的突出幅度 不過主相機是擁有陸續的 Hybrid Gimbal 的雲台技術 那麼實拍效果和拍片的穩定效果 稍後我們都會更加深入測試 而反而重點是機身小 但它的硬件很齊全 包括有 IP68 防塵防水 機身頂側有 3.5mm 耳機插口 機身右側是電源鍵和指紋素描器 2 合 1 按鍵 亦都擁有雙喇叭配置 是我這麼多手機聽過 數一數二大聲 以及它的音質 包括中低音的表現 亦都是數一數二出色 現在在戶外的環境 但我們都可以聽一下它的音質 而這部手機亦都擁有雙卡雙待 不過是沒有 Micro SD 插卡 以及這部手機沒有無線充電的支援 無線充電和 Micro SD 插卡 相信這部手機在硬件上 比較可惜或是還有提升空間的地方 不過除此之外 這部手機真的很小 但所有主流旗艦機有的硬件 都是齊全的 但我們更加著重講解的是 它的效能發揮和硬件配置 ZenFone 9 在香港上市有三個版本 包括有 8x128 和 8x256 和我手上這部 是 16GB RAM 加 256GB ROM 是一部小機有 16GB RAM 的頂配選擇 以及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處理器的效能發揮 都是很大的驚喜 這次這部手機雖然是小機 但這部小機內 其實都有 Favor Chamber 液體散熱系統 以及 Graphite Sheet 的石墨層去散熱 令到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的效能發揮 基本上是我試過主流旗艦機中最好的表現 在 Geekbench 5 我們一樣連續考五次 在五次由最初的 4,300 多的 Multi-core 分數 到最後一次都是 4,300 多 是完全沒有任何降頻降溫的出現 而針對 GPU 的效能方面 我們亦都進行 3DMark 的 Wild Life Stress Test Unlimited 它的分數是 最初 11,000 分 是現在頂尖旗艦機的 GPU 分數 而重點是經過了 20 分鐘的壓力測試後 到最後一次還有 8,000 多分 它的效能 可靠性 Stability 是 75% 亦都是在 Android 手機 主流旗艦機裡面是很高的水平 ZenFone 9 的效能發揮 是給我非常之大驚喜 想不到它在一部小機上 但它的效能發揮 甚至比起其他品牌的大機 亦都更加出色 它無論 CPU 還是 GPU 的表現 其實都直逼自己 ASUS ROG Phone 6 的電競手機的表現 不過我亦都留意到 在長期的打機或 3DMark 的 Stress Test 之後 機身的中框 金屬邊框為止是有明顯的發援 但即使在高溫的情況下 它的 Chipset 仍然沒有需要做很明顯的降頻降溫 所以這部機的 Priority 是將它的效能發揮做到極致 而盡量避免出現降頻降溫 用小機去打機或長時間去拍片 戶外應用的時間都不會因為機身過熱而出現降頻 令到手機變慢或出現降溫的情況 接下來是有幾個 ZenFone 9 ZenUI 特別的功能 特別值得說的是進入設定的 Advanced 進階功能內的 Smart Key 這個功能其實代表我的電源鍵 和指紋掃描器這個按鍵 針對 Smart Key 我可以預設兩組功能 好像連按兩下開啟指定的功能 包括我現在預設了相機 但其實任何一款第三方 App 都可以 然後 Press and Hold 長按 除了電源目錄之外 亦都可以做 Google Assistant 又或者是指定的其他第三方 App 都可以 還有雖然 ZenFone 9 是小機 但也有 Fingerprint Sensor Swipe 的功能 這個功能可以向下掃指紋掃描器 就會將 Notification 和 Click Setting 拉下來 和縮上去 對於手很小又很著重單手操作功能的用戶 這個功能就可以開啟了 另一個功能是 Twin Apps 我上次 Initial Review 時 看到有用戶留言 問我可否在這部手機開啟兩個 Facebook 兩個 WhatsApp 或者兩個 IG 是可以的 這些第三方 App 都可以在這部手機 錄取兩個帳戶 還有最後值得說的 Gestures 手勢操作 而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Gestures on Dark Screen 即是待機的時間都可以透過手勢 例如畫 M 字開相機 或 Z 字開相簿 又或者可以畫向右箭咀快飛下一首歌 向左箭咀翻上一首歌 整體剛剛說到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這部手機的效能發揮有很好的表現 再加上 120Hz 螢幕 以及 Zen UI 介面 這個介面亦很輕量化 沒有太多很華麗不必要的動畫 例如開啟 App Drawer 或者開啟 App 的時間 所有反應和過場動畫的設定 都預設得很快 整部手機的感覺很流暢 以及反應很靈敏 至於相機方面 雖然這次 Zenfone 9 系列 不再有可以反轉的主相機鏡頭系統 但是這次相機系統也有很重大的升級 首先包括有 5000 萬像素的主相機鏡頭 它是現在主流旗艦的 IMX 766 鏡頭 而它擁有 F1.9 光圈 重點是這次加入陸續的 Hybrid Gimbal Stabilization 一個混合的雲台防震技術 亦都因為這個雲台技術是硬件的技術 所以無論拍照或拍片 包括去到 8K 拍片 都可以應用到雲台的防震 運出得很穩定的低光拍攝表現 以及低光拍片 任何場景的拍片都很穩定 另外超廣的鏡頭也有 1200 萬像素 不過這部機是雙鏡頭配置 對於頂尖旗艦來說 再有遠焦鏡頭 在這方面可能需要用主鏡頭 5000 萬像素 做Digital Crop 的數碼變焦 坦白說 它的成像會比起自動模式 一倍再Crop in 出來的效果會比較清淡 但始終是Digital Crop 而不是一個遠焦鏡頭 而另外 5000 萬像素模式 是需要進入設定內 CAMERA RESOLUTION 入面 開啟 5000 萬像素 回到出去之後 這裏是 5000 萬 但我想用 1200 萬像素 有 HDR 的支援 就需要回到 CAMERA RESOLUTION 轉換普通 4 比 3 而值得提及的是 5000 萬像素 開啟後 就沒有了 HDR 的運算 不過整張相片的運算 會比較自然 沒有那麼明顯的銳利化 和 HDR 的效果 就沒有那麼明顯 整張相片會比較自然 而不過 1200 萬像素 在低光拍攝 或者在終極逆光比較苛刻的場景 它的 HDR 自動補償 和銳利化的運算效果 又會令到照片的感覺 出來放在 IG 或是 給朋友觀看會更加吸睛 那麼特別的 這次是在中秋節 使用這部電腦出現的 Light Trail 功能 有一陣子都會出現給大家看 它能做到幾個 以前華碩手機沒有的 長曝光光光光的 Light painting 功能 就像接下來這幾組照片 我用螢光棒去轉出一個圓圈 我就透過 Light Trail 的長曝光功能 裡面的 Light Graffiti 的光影圖鴉功能 去做長曝光 因為它有微雲台的防震 再加上軟件的幫助 我手握就可以做到現在的畫面 給大家看這幾張照片 除了 Light Trail 功能之外 它的夜拍效果都是相當之有驚喜 現在在郊野公園 其實都是靠月光 還有遠處小小的車經過的燈 或者是很微弱的街燈 去到這張是完全靠螢光棒的光 它出到很光 以及細節保留度非常之高 再去到這張其實在郊野公園的夜拍 是完全沒有街燈的 但它可以出到這麼光 以及這麼銳色的成像 亦都在這麼黑的環境 沒有明顯的 Noise 還有細節保留度 把照片的銳利度都相當之驚人 而去到日拍的時間 無論廣角鏡還是主鏡頭 都有很清晰和銳利的成像效果 整體它的動態範圍屬於廣闊 它的 HDR 效果會比較積極 而不過我留意到在大背光的場景 或者日拍場景 因為它的 HDR 效果比較明顯 再加上它的成像風格偏向有比較高的銳利度 所以它的主動的 HDR 補償 加上高的銳利度 令到相片感覺 它的立體感和自然的感覺是可以再提升的 而現在它的 HDR 效果和相片銳利化效果 個人認為相對有點重手 在 5000 萬像素模式 它就會失去 HDR 效果 以及細節運算都會比較 RAW 比較自然一點 但1200 萬像素自動模式拍出來的效果 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這種效果 而除了拍照之外 這次拍片也是 Zenfone 9 的很大重點 這次這部機器是支援最高 8K 24p 的拍攝 而 4K 可以做到 30 和 60fps 而最特別的是 因為這次 Zenfone 9 有硬件的 Hybrid Gimbal 微雲台的防震技術 在相機的介面可以選擇 有 HD 720p 1080p 4K 8K 的拍攝 而 4K 的時間可以使用 Normal Stabilization 雲台防震 而 1080p 的時間可以再開 Hyper Steady 超穩定的防震模式 這就是電子防手震加雲台防手震的 Hybrid Stabilization 不過我認為開標準的穩定模式 再開 4K 甚至乎 8K 已經有很穩定和可用的效果 而 4K 60 也是支援雲台防震的功能 好 剛剛用 4K 30fps Standard Stabilization 的微雲台防震效果 現在試試收音 如果你會用 Zenfone 9 拍片 它出來的 4K 穩定度 以及收音效果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無論拍照還是拍片 今次 Asus 的 Zenfone 9 都增加了 4K 30fps 雲台防震效果 針對專業的操作 在拍照和拍片都增加了 Pro Mode 而在很多手機都缺乏 Pro Video 的拍片模式 今次在 Zenfone 9 都有 亦都可以在 Pro Video 模式內 手動去 fix 一個固定的白平衡 固定的 ISO 或固定的 shutter speed 去營造指定的畫面效果 好了 除了相機之外 今次這塊螢幕也是升級的地方 它是一塊 5.9 吋的螢幕 擁有 1080p FHD Plus 的解像度 不過重點是有 120Hz 的高刷新率 以及支援 DZI-P3 HDR10 Plus 的內容顯示 亦都擁有 Delta E 比 1 準確的顏色調整 而有關 Zenfone 9 的螢幕方面 今天的影片贊助 Tri-Skin 全貼合手工玻璃貼 針對 Zenfone 9 的玻璃貼亦都推出了 全貼合手工上膠技術 可以令玻璃貼和手機面板之間完全貼合 沒有任何空隙 對於用 OLED 螢幕的手機來說 特別重要 因為它可以比較高水平保留對比度 包括純正的黑色顯示 以及顏色的顯示 都有更加完美還原原有的顯示效果 如果你買了 Zenfone 9 之後 對於玻璃貼有質素的要求 亦都歡迎大家在影片影片描述位置的連結查詢一下 而最後來到電池續航力方面 這次有 4,300mAh 的電池 而它有 30W 的快速充電 小機的電池續航力其實給予我驚喜 繼續用一般的螢幕光亮度 按照統一的電池續航力測試 播放 1 小時 YouTube 看 1 小時 Facebook 最後玩 1 小時 League of Legends Wild Rift 在 3 小時多媒體應用後 耗電量是 33% 按照比例計算 在平均打電池、視頻、視頻、視頻 可以持續用 9 小時的螢幕 在一部小機上達到 9 小時的使用時間 是非常刺激的一個數據 亦都是跟現在大機的旗艦機 可以做到同一個水平 最後總結 Sanfone 9 手機 先撇除了 5.9 吋小機 單手操作 Form Factor 之外 作為一部手機 我自己對它最大的感覺就是 Snapdragon 8 Plus Gen 1 的效能發揮 在這部手機上 真的做到 跟現在最頂尖 甚至到達到電競級別的手機的發揮 是非常刺激的 在這部小機上 竟然沒有任何過熱而降頻的表現 效能發揮很持續、很穩定 這部手機要幫助 Asus 稱讚一下機一功 另外是螢幕顯示 再到機身防水 再到雙喇叭 這些硬件都應有盡有 電池續航力 亦都在小機上 有跟現在大機、旗艦機同等的表現 都是我很驚喜的地方 而且它的相機低光拍攝 甚至對於現在主流旗艦機 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它的低光拍攝 以及Long Exposure 的長曝光功能 都是很大驚喜的 而我對於這部手機最大挑剔的地方 是甚麼呢 可能就是螢幕邊框 個人認為可以再收窄一點點 下巴對比起其他三邊的邊框 不是完全對稱 影響了整體手機的簡潔感 或者是科技感 另外機背設計 相機有兩隻大眼仔的設計 亦都可圈可點 個人認為是挺型格和剛強的 但亦都是很個人的 見仁見智這個設計漂亮不漂亮的話 以及這部手機缺乏了 MicroSD 插卡 以及暫時的影響成像效果方面 在日透光源充足或大背光的場景 自動模式之下的銳利化效果 以及 HDR 效果相對比較明顯 令照片出來的效果感覺比較人工 以及不太像相機自然的運算 這方面相信可以透過軟件的更新改善 但買手機不能透過未來軟件更新 期望來決定 所以以目前這一刻評論 它的相機是可用 有旗艦級 未必是最好的表現 但它的低光拍攝絕對有很大的驚喜 所以最後可以很肯定地說 就算不是一部小機 你想找一部效能發揮很厲害的Android 手機 輕量而快速的操作介面 又有深度的個人化設定的Android 手機 而相機表現要適合拍照及拍片 特別低光表現很厲害的手機 又要有防水 雙喇叭 3.5mm 耳機插口 ZenFone 9 本身已經是一部很強勁的Android 手機 而個人認為再考慮它是小機的form factor 如果你會喜歡小機的手機 又再加上它的售價是由五千多元起的 就算是最頂配這部16GB RAM 都是六千多元港幣 它的性價比 再考慮剛才提及的優點 是相當吸引和值得推介的Android 手機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還有按鈴鐺 有最新影片就會第一時間看到 下次再見